哈囉大家好 我是白鳳學 白鳳學今天又要來記錄一下台股日記 今天是2021年的5月24號 今天的盤因為上個禮拜有那個 校正回歸的這個動作 大家都以為會跳水會跳水 但是我心理上就覺得說 大家覺得會跳他就不會跳 因為現在台股又進入了無敵狀態 這真的是無敵 進行成也風雲敗也風雲還是風雲之後 包括校正回歸 全部的利空局深缺水缺電 內憂外患之後 他今天果然 看一下震盪之後 無形之手把他踏了之後 又翻紅了 所以目前可以看出 台灣的大頭 他應該是想做多的來看一下 所以有時候 那個什麼股市 多空 不能就不能倔強 你知道嗎 你看他現在 人覺得今天可能會跳水檔 我就覺得沒想到他跳 先跳他不在跳超百八點而已 再來 握握握握 你 你是怎麼會拚 你怎麼拚 對不對 但是今天 奇怪的是 盤數是往上走 你看 高高力 亮燈 他已經 像保養學之前講的 失去那個悄悄板的 那個動作了 所以 變成說 股票也去 防禦性的股票也去 所以簡稱 可能後面即將 又會演出一張很奇怪的 紅情 你知道嗎 這就是什麼 盤數學的 投資日記 我們就是 一五一十的 把它記錄下來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 五月利 八號也重要了 高高力 可能要先排 但是因為要先排的時候 這個利多已經 提前讓人家知道 他現在還要處置 要燈哪不太燈 然後那一支 今天有解開 又打開 也是樣亮燈喔 這支水利控 你看 哇 他在那邊 這樣衝起 有沒有 有沒有亮燈一下 今天爆亮了喔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後面 愈Q愈愈 5月28號 可能 也是一樣 維持這樣 三級 可能是這個感受 這個就是 白龍學的這個 台股紀錄 好 謝謝收看